Head and Neck Cancer Australia 制作了这部关于口咽癌的介绍短片 以帮助受口咽癌影响的患者和家庭 喉咙也称为咽部 由三部分组成 中间部分是口咽 位于口腔的正后方 构成口咽的结构包括 扁桃体 软饿 喉咙后臂 舌根 以及骨躯 即舌头与声匣的连接处 口咽有两个主要功能 它使得空气从鼻或口 通过喉部进入肺部 它还将食物和水 从口腔推入食道之位 使于口咽部任何部位的癌症 称为口咽癌 您的医生也可能提到特定位置 例如扁桃体癌或舌根癌 口咽癌会引起一些症状 包括持续性喉咙痛 吞咽困难 耳痛 张口困难 或声音变化 这些症状可能不是由口咽癌引起的 但是如果您出现这些症状超过几周 请咨询您的医生 以便尽早诊断和治疗 即使对于医生来说 口咽部的癌症也很难发现 通常口咽癌的第一个迹象 是颈部出现肿块 因为肿瘤可能扩散到颈部淋巴结 淋巴结是颈部的痘状腺体 是免疫系统防御感染的一部分 口咽癌可以通过手术 或放射疗法来治疗 许多患者接受包括化疗在内的联合治疗 根据肿瘤的大小和位置 您的专科医生会建议适合您的治疗方案 欲了解详情 请访问 www.headandneckcancer.org.au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